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咱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又回到香港身上 我们再看看香港的问题 那么香港在这几两天进行了立法会选举的泛民主派初选的活动 那么两天之内达到60万人左右的投票率非常非常的高 他们预期是17万人投票 没想到出来了60万人 那么这个60万人里面当然有少部分,极少部分是电子投票 绝大多数都是直接站出来去排长队 我们看当时这个场景也是在很多的投票点 他们要排到很晚,排到两三个小时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下至十八十九岁的大学生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次泛民的初选 这么多人打破了历史记录 那在之前我们都知道在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时候 就是泛民大胜,获得超过85%的席位 确实是用实际行动,用选票来证明 这个是代表了香港的民意 就是反对送中的民意 紧接着就是这次国安法的原因 很可能立法会的选举泛民又是大胜的 当然这个大胜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困难的 因为在制度上面的设计就防止泛民主派 也就是人民用选票选出的议员这个数目 要少于他上面指定的 也就是所谓功能阻别的这样的席位 这是从制度上面其实是卡住了 人民真正投票选出的这些议员的人数 所以这就为什么香港人要争取双普选 双普选一个是立法会议员的普选 还有一个就是特首的普选 所以叫双普选 这个是香港没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原因 他有一个民主的一个雏形 或者是一个第一步走出去了 后面是一直被卡死的 那么但是这一次60万人出来 去投票给泛民的初选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 说明民意所在 就是说示威游行 现在因为国安法都已经不能允许了 说你这是非法游行 非法示威 甚至大家在集会都是非法集会 唱个歌都不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民只能通过选票的方式来投票 至少我投票不犯法 所以这60万人 与其说是站出来投票 不如说他们组织了一个60万人的 一个大型的示威活动 而这60万人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和理非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群人 他们说我们既然暴力手段被阻止了 被严厉的打压了 多少人被抓进去了 那么我们非暴力的活动 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法律上的限制 也不允许了 政府警察一部批准这样的游行示威活动了 剥夺了香港人的游行示威的权利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么等于现在唯一剩下的一个表达民意的方式 就是站出来投票了 所以这次投票突破了历史记录 超过了之前泛民预期的数字的三倍多 而且这个投票大家注意 还是在官方政府在威胁的情况下 当时在这个投票之前一天 香港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曾经表示说 他说这个初选的活动是违反了港区国安法 或者其他另外的多条法律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他引用这些国安法条例来指出说 当然他特指是泛民的出一个初选 有可能就是违反了这个国安法 你们要小心参与的 不管是你参与竞选的 还是参与投票的 你们要小心 建制派的人都不同意 但刘淑仪都站出来说 他不认同这种说法 怎么初选就变成了违反国安法了 这难道不是一直以来的合法的权利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说法 当然他没有澄清说怎么就违反了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除了威胁以外 害怕人民的选票 另外一方面 实际上他也在输送一个信号 什么意思 就是未来 哪怕是选举 都有可能触犯了国安法 国安法讲得很清楚 你不能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而选举是什么意思 选举是表达民意 而表达民意 这个民意有可能就是想推翻共产党 或者是推翻现在的民望极低的 认可率极低的特首 这样的话 在共产党眼里 你就是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国安法是一个大的罩子 可以罩到任何东西 甚至包括公平的选举 甚至包括人民的选票 他都可能是触犯了国安法 也就是人民的意愿是不能自由表达的 哪怕通过这种合法的手段 选举的手段 都可能是触犯了国安法 所以他的输送信号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共产党的眼里边 不管你人民是上街游行 变成所谓的暴徒 还是用选票变成所谓的公民 这两者对于一个独裁政府来说 他都是不能接受的 他不能允许自己的人民 变成革命的知识 变成革命家 也不能允许这些人变成公民 变成使用自己合法政治权利的 这样的公民 也不能允许 所以不管你是投票也好 不管你是上街也罢 这两者在共产党眼里边 你都是很危险的 有可能会颠覆我 或者有可能反对我 所以说他一定要扼杀在摇篮里边 而且在之前 这个区议会的选举的结果 也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所以说我看到 端春梅去采访 现场采访这些投票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都表达了不同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很有代表性 就是有的人就说 抱着这是最后一次选举的心情 来投票的 大家虽然很悲观 但是他又认清了形势 就是共产党是不会允许 香港有真正的民主的 哪怕是半民主 甚至是民主的权力 都不会给予香港人民 所以说这一次的选举 即使是泛民有很成功的胜利 我仍然对香港的未来 是完全不看好的 就是我认为香港会混乱 会经济首先就会下滑 不管是谁来执政 香港的经济肯定是完蛋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是被看作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了 已经被全世界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 之前我讲过多次 失去了亚洲金融中心的根基 它的基础已经没有了 它独立的司法 对吧 它的普通法体系被国安法已经完全破坏了 还有就是在它的政治上的中立性 已经也没有了 它要完全投靠共产党 商人做生意最讲究什么 最讲究是说 我们不要被政治的成本太高所影响 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政治成本太高的话 我就不会去那做生意了 中美的贸易战打起来 冷战打起来 那么香港作为共产党统治的一部分 当然是共产党的这一边的势力 在西方人眼里 当然你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会被西方全面的制裁 因为你香港已经被共产党绑架了 你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人质了 现在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看到了 在香港的很多家跨国的科技公司 都已经宣布 说暂停处理港府要求的 分享用户信息跟数据的请求了 其中包括脸书 谷歌 推特 微转 领英 还有zoom telegram 这些公司等于都对跟香港警方的合作 开始陆续的叫停了 因为他们作为西方的企业 他们不可能跟中国共产党同流合污 跟港共政府同流合污 他们还怎么混 而且据英国的金融时报说 已经有一家 至少一家大型的西方科技公司 正在考虑撤离 另外苹果公司也在对新法的细则进行评估 我想评估之后 他们看到国安法这么模糊的这些条款 他们知道他们没法夹在中美之间 没法夹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大家庭 阵营和共产党的独裁体制之间 他们没法进行一个融合了 没法左右逢源了 这个时候只能撤离香港 香港以前是政治中立 以前是普通法体系 对吧 现在已经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已经全面倒向中国大陆了 至少是从暴力手段 用镇压的手段 已经变成中国大陆一部分了 通过国安法 这样的话 这些企业像抖音就很清楚 对吧 抖音的英文版TikTok 现在已经撤离香港了 直接说我走了 没法办 他们如果在香港 像这些西方企业一样 拒绝跟香港的警方合作 政府合作 他们第一 早晚会被踢出去 包括这些科技公司 也早晚会被踢出去 第二就是 他们的母公司 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对吧 它是一个中国企业 你怎么可能说 违反国安法 违反中国共产党的命令 但是你TikTok 如果跟香港政府合作的话 又没法跟西方合作了 没法在美国 没法到加拿大 没法到澳大利亚 开拓市场了 所以说 它是夹在两中央 说干脆 这样的话 我就干脆退出 我不在香港待着了 行不行 实际上TikTok 根本就不可能在香港待着 因为香港已经一国一制了 它在中国大陆 就没有生存余地 TikTok不可能 在中国大陆出现 对不对 它只能有个中国版的抖音 中国版的抖音 是可以有言论的审查的 但TikTok你没法做到 对吧 这是完全两个制度 所以说我想 其他的这些西方的企业 跟TikTok都是一样的 早晚会退出香港的市场 香港最后就变成了 抖音的天下 变成了微信 微博的天下 全面的舆论封锁 就会到来 那么到时候 我想在香港 即使上YouTube 即使上Facebook 即使上这些大的 国际的舆论平台 这些新闻网站 社交媒体 全都上不了 都要翻墙 甚至翻墙 也要会做一个限制 一国一制 当然也不光是 在体制上的一国一制 也要在思想上的一国一制 我们也看到了 林郑月娥最新发表了个讲话 她说 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 所以我已经要求 教育局局长制定一套计划 全面在各学校开展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局基本法 6月在香港通过的 实施的国歌条例 和基本法附件三 也就是国安法进行教育 这个是林郑月娥宣布 要对整个的香港的教育体制 进行一个改革 也就是说 她要把中国大陆那一套洗脑教育 完全照搬到香港来 这种洗脑教育 到底有没有用 我之前专门做一些节目讲过 就是只要你上外网 不用翻墙 没有这么一个隔阂的话 你这些教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也是生在红极下 长在红极下 对不对 我也是从小学唱热爱祖国 热爱共产党的这样的 教育体制下长大的 但是我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我出国之后 接受到了不同的信息 当然我在国内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出现 对所谓的什么宪法 对中国政府的 教科书里面的那些内容 我都会产生怀疑 就是上中学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对的 跟我看到的一些社会现实 是有出入的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意识到了 但是出国之后 当然就更明确了 对吧 就是看到这些资料 发现连历史书都可以造假 那么我都能知道 香港人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香港人就看不到 整个世界大的趋势 是反共的一个趋势吗 香港毕竟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制度 加资本主义的一个自由的社会 一个自由的城市 所以说你很难说 跟整个西方世界完全脱钩 完全脱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很难洗脑成功的 但是我非常清楚 共产党想怎么做 它一方面在学校进行全面的洗脑教育 让大家爱党爱国 然后切断所有人获取信息的来源 第一 就是对香港的所有的媒体 进行全面的管制 另外一方面 就是海外的资讯 它拦不了 对吧 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经济学人 这些媒体它收买不了 虽然它也在收买 它完全收买的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它怎么办 那就直接掐断 让你们上不去 让你们看不到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不到的话 你还怎么是亚洲金融中心 你那海外的信息 你这社交媒体都用不到 全世界都可以用到 就你香港用不到 伊朗用不到 朝鲜用不到 中国用不到 这时候香港还是香港 当然就不是了 对吧 但是对共产党来说 它可以达到一个政治目的 就是让香港也变成一国一制 香港也变成老实八交的 老老实实的 可以通过愚民的手段 让大家都是爱党爱国的 这是它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赚钱已经是其次了 反正它也赚不到钱了 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它宁愿牺牲 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自由法治的地位 来获取政治上的一个安全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漏洞 就是说你要想把所有的网络封锁 现在做其实已经晚了 已经这么多香港人都已经觉醒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封网 然后开始进行洗脑教育 你洗脑教育要至少要几十年才有成效 而且你进网也不是这一天能够进的 也得需要一个时间 所以说等你真正全面进网了 全面的通过洗脑把人民的思想都扭转过来了 那个时候共产党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你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 这个是跟时间赛跑的 香港恐怕永远不可能真正的 跟中国大陆是一国一制 可能还没到真正的全面的一国一制的程度 共产党就已经撑不住了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种判断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香港人民 他们的这种觉醒 几百万人上街 这次是六十万人站出来去投票给泛民的初选 在威胁恐吓之下 仍然是敢于这么做 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 我想讲到民族主义的问题的时候 我想多说几句 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有很好的朋友 他们是在也是中国大陆去到香港 然后学一些理工科 跟我学的不太一样 我学的文科了 他们学理工科 然后留在香港工作的 这些人有一些人他们是支持共产党的 反对反送中 反对抗争 就是他们支持国安法的这些人 那么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他们会感觉说自己是外来者 他们不是香港人 虽然他们可以说的很好的广东话 学了广东话 但是他们仍然是大陆出身的 大陆背景的 他们扭转不了自己的一个中国大陆的身份 即使拿到了香港的护照香港的永久居民的身份证 别人看你 也仍然把你当做大陆人看 你说话总是有口音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觉得说我应该有靠神 你们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凭什么看不起我 或者说不把我当做香港的一员 不把我当做你们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是因为香港的民族主义 现在正开始兴起 就是我们香港跟中国大陆 跟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这种界限的这种紧迫感 是越来越强的 以前没有紧迫感 反正中国大陆是慢慢的在改革开放 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民主 对吧 越来越开放 这跟我们香港越来越接近 大家生活水平也越来越接近 各方面都越来越接近 上海的你去浦东 你去北京的国贸 这些地方跟香港的金融区 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了 看着高楼大厦 对吧 就感觉已经慢慢的接近了香港 但是问题是共产党的本质 它跟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格格不入的 它不可能慢慢融合能够嫁接的 你嫁接只是暂时的 最终你还是要暴露的 你所谓的韬光养晦 是不可能永远韬光养晦下去的 至少现在共产党在试图 把香港也变成中国大陆 剥夺香港人民曾经享有的权利 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普通法的法治的精神 都在慢慢的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一些经济上的因素 也不能否认 也有一些经济的因素在里边 另外就是香港没有自己的普选 人民是不能当家做主的 不能说话算数的 是由港共政府 是听命于中央的 他们来进行政策的导向 然后经济又不好 贫富差距这么大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原因 全部加在一起 香港人发现 我们不能够被中国大陆所同化 不能被他们 剥夺我们现有的权利 和我们的identity 就是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特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香港人 而不是中国人 或者中国大陆的人 这种紧迫感 这种迫切性 越来越强 这是我在香港那几年 然后离开香港之后 越发的强烈 当时我在香港 可能还是处在一个 慢慢融合的一个过程 我在离开香港之后 没几年 风云突变 开始形势就急转直下 所以说香港人的民族主义 就立刻被激发起来了 这种民族主义的觉醒 使得一些在外来的人 不是香港本地的人 会觉得说 我们需要靠山 香港也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你们也是被共产党管的 我也是被共产党管的 大家都是一起被共产党管的 为什么你就不想被共产党管呢 对不对 为什么你就特殊呢 他们是想利用 自己身后的一个靠山 就是国家 共产党 党国一体 中资 通过这种方式 来压制香港本土的势力 和本土的这种骄傲感 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虽然我到你们这来工作 生活 对吧 我们应该是平等的 我们都是一起 我们都是共产党的 韭菜 对吧 凭什么你们要争取 什么自由民主 对吧 我们中国大陆也没有自由民主 不是也挺好吗 大家会这么觉得 其实这么做 其实并不代表说 他们反对自由民主 而反对是 他们自己的身份 不能得到认同 这个是他们为什么要支持国安法 支持共产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们自身 在香港 他们找不到一个融入感 找不到一个认同感 他们的唯一的认同感 是共产党 是从小学习的 洗脑教育里边的 热爱祖国 热爱党爱国 是那些东西 所以说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 移植到香港来 他们才能真正觉得说 我还在祖国 所以说我非常理解 这些在香港的中国大陆的移民 他们的一些想法 为什么他们会支持国安法 为什么会支持共产党 一方面是跟他们的出身有关 从小的洗脑教育有关 这个是很难改的 从小洗脑教育的养成 这个东西是确实是比较难改的 这是因为智慧的天花板所限 有些人就是天花板比较低 没办法 你给他们多少资料 他们都没法有这种觉悟 所以我跟之前反对我的一个 我在香港的一个朋友 我就说你现在香港上外网 还不用翻墙 暂时还不用翻墙 你应该多看看资料 不要老看 天天看被审查过滤过的公众号 什么微信的 什么微博的 但是其实他看了这些东西 可能也不能开窍 一方面是他因为从小的教育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他在香港本地 在香港生活工作 遇到的他的这种身份的认同感的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把所有人都变成中国人 他才能感觉到我在香港有身份认同 每个人都认同共产党 认同祖国 而没有那些港独分子瞎闹腾 这样的话 他能找到自己的一个认同感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影响他判断的一个因素 我理解他们 但是我仍然觉得 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香港的民族主义的 这种情绪 被共产党的打压 被共产党一国一制 国安法所影响的 这些民族主义的觉醒 越打压 民族主义的情绪会越来越高涨 这个是我们在很多国家 古今中外 很多地方都看到过的 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上 就什么是民族主义 每个人 他从出生开始 他都是有团体的概念 就是你从小要有父母 对吧 有个家庭观 然后到这个学校 有同学的这种互相的关系 对吧 跟老师的关系 跟社会的关系 就是每个人是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的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social animal 都是一个社会性动物 我们不可能说跟整个社会隔绝的 所以这是从小养成的一个 我们认知上的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我们出于我们的本性 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人 大家一起有个共同的利益 然后我们会区隔 谁跟我们不一样 我看到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曾经写了一文章 他说他已经很努力的说 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国家的骄傲 民族的骄傲 但是他很难说看到比如奥林匹克的比赛 他很难不去为美国队加油 他说其实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感觉 虽然他不认识打球的人 他也不知道打球的人是人品怎么样 可能是他很讨厌的一个人 但是就是因为他是美国队 而自己是美国人 他就有这种认同感 对吧 这种认同感是基于你内心的一个认同感 是你从小培养出来的 这是你作为一个人 他的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 因为他跟你生存是有直接挂钩的 因为你只有跟大家的身边的人 都有一种认同感了 你才有这个安全感 你觉得你的生存是没有受到挑战的 如果你跟别人都格格不入的话 谁所有人都排挤你的话 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个人生存 是受到威胁的 这是一个生物性的本能 虽然你可以把这个民族主义说成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但实际上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它是跟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 以及作为我们这个一个几千年来 几万年来这个生物的生存逻辑 是直接挂钩的 所以说这个民族主义是很难去压垮 打倒的 所以香港的这个民族主义开始在慢慢的形成过程中 就是我们是我们 别人是别人 我们有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有自己的制度 对吧 我们不容外人来践踏 来指指画脚 我们自己的事情由自己说了算 在香港的这些个人 他们可能都开始有这种觉醒 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权利 如何不被压迫 必须要抱团取暖 我们要联合起来 捍卫我们共同share的 共同拥有的 分享的价值观 我们共同的一个身份认同 就是我们是Hongkonger 现在Hongkonger这个词 现在已经进入牛津词典了 以前没有这个词汇 就是Hongkong Residence 对吧 你可以说是Hongkong Residence 你是香港居民 但是没有香港人 香港人跟香港居民 这两个概念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香港居民是什么 就是你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你个人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这只是一个地点 你生活的地点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人 就不是香港居民了 而是说你跟这个地方 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是有非常强的一个纽带的 就是你去哪儿 你都是Hongkonger 你都是香港人 这是你的身份认同 这是你的标签 所有人看到你 就是你是香港人 看到你是中国人 原来这也是不同的 你没有不同的表现 你没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不同的 对吧 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政府 实际上这个民族主义 它一个根基是什么 反而恰恰就是一国两制 恰恰就是共产党 从来就没有统治过香港 今天的所谓中国人 这个概念 我之前曾经专门做一期讲过 对吧 从大清帝国继承 到了中华民国 然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一步一步继承过来的 但是中国人这个概念 是跟现在的共产党的 这种民族主义的教育 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由于共产党从来没有统治过香港 香港人在过去几十年 过去上百年可以说 已经开发出自己的一套 就是我们香港的历史 我们香港人的历史 我们不是共产党 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我们曾经是一个大清帝国的一个 不欺眼的一个地方 后来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下 我们开始通过香港人自己的努力 通过融入整个西方的全球化 我们开始发达起来了 开始富裕繁荣起来了 然后我们突然被交给了一个 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共产党 从来没有统治过香港的共产党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认知 这个认知 我觉得是跟共产党的这种 全面的这种民族主义教育 中国共产党的国民教育 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的 所以今天在香港的学校里面 去宣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香港人是不买账的 香港人会看到 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时候 也挺好 对吧 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了 反而会出现这么多人被抓 反而出现我这种政治诉求 得不到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里边条文 我觉得让香港的年轻人 学一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挺好的 中国人民是有哪些宪法的保障的 然后再看到现实 会发现原来这是骗人的 原来这个宪法就是一个蒙蔽中国人的 现在蒙蔽完中国人 又要蒙蔽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其实很聪明 而且他们获取不同的资讯 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你现在在给我们洗脑 而且他们的民主义的这种情绪 民族主义这种精神 是不可磨灭的 或者说他现在是在生根发芽的过程中 怎么可能因为这种洗脑教育而磨变呢 就是我觉得香港的民族主义会愈演愈烈 现在已经出现香港民族党了 现在立刻就被取缔了 但是这个被取缔了 也正说明他们政府非常害怕香港的本土的 不管是本土派也好 或者是香港的民族主义者也好 这是他们很害怕的 但是时事造英雄 国际形势的变化 跟香港的独特的地位 以及跟中港之间的矛盾 最后都激发出香港的本地的民族主义 那么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别忘了点击订阅我这个频道 很多人看了这个节目 但是没有订阅 有些人订阅了 但是被强制自动退出了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